我们马上就先欢迎今天的顺序 对不起,在今天要欢迎这一场试之前呢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去这本书 可不可以 我们让我们摄影师捕捉一下 可不可以请好朋友们帮我们拿起这本书 157D价那么多名单 那请大家拜托好朋友们拿住回去 真的是要做个研究 然后跟着我们老师做功课 看一看 真的非常可惜哦 这是我们分析师他们 从基本面跟技术面 花了很多很多精血 才完成的一个基建成书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投资手册 那绝对也是掌户朋友最好的一个入门书 那在我们大家也放了书 然后都坐定位 马上啊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位 要主讲的就是 等部第一金的技术分析师 Jason安 Jason老师 大家应该知道 如果是我们会员朋友都知道 Jason安 他现在是 已经1万块美金的公开账户 现在获利了5000块钱 那他现在今天也在节目上说 自己是归兔再跑的兔子 那个藏伟已经满到算到 不知道还要再算什么 但他还继续帮大家计算钱 今天他来分享 低价主的部分 在目的经级里面 他技术面的逆绝在哪里 哈啰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 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也有很多 第一次到我们这个 节目会来 再次感谢大家 首先呢 咱们周末啊 咱们正道 有回音啊 有回音 先感谢大家 来到今天的这个见谅会 相信咱们周末 周五啊 咱们忙碌的一星期 能够到现场来的所有的朋友 都是关心自己财富增长的朋友 年轻人可能都出去还可以玩去 所以呢 咱们既然大家都非常的真正 到现场来 那我们咱们呢 跟大家分享一点 关于小囊研究生 我们一些潮作方法 首先来说呢 我们原来中拓子网的 这个黑马栏目 那么现在呢 这个升级 改名为散户第一金 为什么呢 这个体制有名字呢 这也是我跟我老师 我们两个人 平时说话 咱们诸小策子 两千块 一万块 那么这种资金 如果我们买亚马逊 买屏 就以现在指数的点位 我们说这些仓位 咱们让它翻一倍 很难 更别说翻十倍 这些南朝骨 值得佛子 但是呢 现在的时机 和现在大盘的点位 非常的不适合 不适合 所以说呢 这两天我们也看到 大盘的跳伤 那么我们翻看亚马逊 亚马逊前两天 大盘还没有见新高的时候 已经一千多了 但是今天的大盘 强劲跳伤的时候 我们看亚马逊 只有980多块 具体的数字不计 但是不到一千块 所以说呢 前面的这些 苹果亚马逊 这类的股票 是值得好 但是呢 如果让我们小资金 短线获得 比较好的回报的话 是非常难的 尤其是在现在的 这种点位和位置上 非常难的 那么我们呢 如何实现 小资金的快速的增长 这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合力 集出在小囊中小囊 这一点的话 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这个板块比较可怕 因为呢 拉动中小板块 中小事实的股票 对指数影响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那么指数的话 也不会一筷成天 也不会一落千丈 所以说呢 在最近的市场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团股 锈针股一个暴涨机会 暴涨机会 那么我们会员朋友 可能知道 前面我们炒作过一个 相对小团股 XX 我们玩的叫小X 两块多钱嘛 三块来三十万块 那么 我们守仓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能够允许我们 这个中小资金入厂 出厂的话 也比较方便 所以说呢 这一点 是我们中小投资者 两千块一万块 可以搞定的事 当咱们的这个资金量 达到了 两百万 一千万 这个池子 就融不下 咱们这么大图股了 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换投资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要因地制宜 根据 这个现有的 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 调整自己的 这种炒作节奏 和炒作方向 所以说这是我们推出 散户第一金的 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判断 在大盘的这个时点上 这是我们一个最基础的判断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大资金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咱们今天的监管会 咱们目前不提这个大资金的事 好多朋友在我们VIP师傅当中也问 我这个401K账户怎么办 我这个IVER账户怎么办 我现在买个债券 我说你就买债券 你买债券 我去拿着 什么时候大事崩盘了 然后下降了一千点 你再买点三抽 能够分红的股票 这是大资金 这是主力资金 但是呢 我们这个小资金就完全可以不用这样的操作 完全不用这样的操作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想的第一金的比较适合的资金量 大家首先要心得清楚 那么第二点的话 就是在这个点上有一些股票 我们要尽量远离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不错的股票经常出现断轴的走势 走一天六十块钱 也就四十了 所以说呢 在这当中呢 我们要承诺 炒作的节奏 根据市场的情况 而不是根据我们一销求战的主观的意乱 去掌握走 所以说呢 这一点呢 是咱们的一个大前提 那么咱们今天呢 就讲了 吴隆老师呢 在9月15号 在凤凰位置做节目 当时呢 跟大家分享的这种 当时是上场的第一天 第一天 这支股票的话呢 在前面两年 都曾经出现过 出现在我们手里拿的这本书当中 这个小朋友的秀珍 那么吴隆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叫嫩宝宝 大家一次就记住 那么在去年这支股票 从一块钱涨到17块 一波机会 那么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调整 那么在低位的话 这个公司呢 又会进行一个并购的过程 那么今年然后 最高涨到40块钱 将近40 所以说呢 把这支股票从技术上的一个特点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HM1 从2009年 这个上涨到现在潜伏 在低位潜伏多年 基本上要是从09年算的话 基本上将近7年左右 7年左右 这个呢 是我们选择 这个区画的第一要素 有的股票是超跌 从一块钱或者十块钱 直接在打到一块 这种情况下 只是一个反弹行情 因为咱们从高位的回路 中心当中 比如说这种 我们看从高位的回路 中心肯定有很多的套路 那么不可能塑成 一个急速上 这不可能的 那么有很多筹码 都需要解决 那么我们要选择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低位潜伏的时间 非常长 非常长 那么在资金关注度 在低位我们看 整个时候在这一步当中 低位的关注度资金 没有 基本上没有 那么从16年中期开始 有资金强力的关注 这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成交量的一个 大幅度的放大 大幅度 所以说呢 还是那句话 手里有钱投资的 炒股票呢 尤其是大机构 绝不会在没有人的 和基本面辅助的情况下 大多的去 四地炒作的一种 所以说呢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信号 我们看最基础的一个信号 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从技术上过滤以后 我们就要从基本面上 去考虑这只股票 是否有炒作的可能性 是否有炒作的题材 是否是能被市场认可 那么主力炒股票 不是说炒上去就结束了 它炒上去的目的市场 把成本上交给赛速的各位 四十块钱来赶紧 把成本都分发肥 他就胜利大逃亡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炒作的最基础原理 最基础原理 所以我 我人在VIP当中 一直跟我们的国家人强调 成本成本的重量性 成本的重量性 有多大的波动 如果你的成本非常好 我所谓多转成本的问题 多转成本的问题 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呢 是媒体数据 媒体数据的一个公司 具有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那么被巴格尘周刊 创造的那个VERI 这个一页不上 这个相类似的地方 相类似的地方 那么今年的话 炒作的因素 就是它收购了 一家电影的电影照公司 这样的话呢 拿这个电影票 一个月可能99 原来它是将近四十块钱 一个月会员费 然后每天24小时 之内可以看一部电影 那么今年的话 它降价 降价之后呢 变成999 那么 24小时之内 看一场电影 那么它的会员的话呢 就直接累计了四十万人 那四十万的会员 那么这样的话呢 直接它完成收购以后呢 那么就转化成了这个 这些会员 就转化成了它的这个数据 数据 这样的话呢 它能搜集这四十万人 人都爱看什么电影 都喜欢看什么电影 然后呢 这个大数据 有一些公司呢 有一些电影公司 或者说制片公司 就说 一些观众爱看东西 是一个反向的 原来拍电影 可能是正向的 写一句 这个句话好 完全是靠主观去写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市场散播了 他们拿大数据 把这些人看 爱看 选一篇 爱看什么什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根据市场 去看电影 就会不会出现这种 拍完电影 然后把这个资金投入 都挣不回来的情况 所以说呢 这是它大数据 将来能够带来广告收据 和这种销售的一个 盈利点 盈利点 所以呢 这一点的话 做成了 这是股票的一个 炒作的基础 也就是说呢 公司的基本面 发生了一个 至极的变化 或者说呢 这个数据来源 更加了股份 原来可能会员比较少 它的数据 可信度和可采纳度呢 并不特别高 这次的话 有40万的会员增加了 那么它的数据 那么体现了一个客观的现实 可能会更贴近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基础上 再去分析这种票 那么我们现在看了 是17年的5月和8月 咱们刚才看 第一张图呢 在16年的这个时候呢 有一波长速 咱们看了 第三张图 就是这个内部结构 这个内部结构 我们看 这个内部结构的话呢 我们发现在17年的5月和8月 在这个位置上 有两次的密集放量 密集放量 实际上这两次的密集放量呢 如果我们要放在日线上 实际上是一个高位阴线 就是一天的量 就是一天的量 有一点点坐量的显示 但是这个坐量呢 目的是什么 这个坐量的目的呢 是掩盖中间这两个月 放量的一个目的 那么有这两个日线的放量 基本上旁边的这个放量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它的目的是掩盖这 而实际上真正放量 是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量 以前的地量的量 它放了 放了很多 所以说呢 它的进仓 基本上从5月到8月 整个这个过程 整个这个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看 一只股票在日内的交易当中 一笔大单子 可能是上万 甚至于上十万 那么把旁边的这个交量 都体现了 看不见了 那么目的格在 有其中可能性 但是其中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它要把旁边的量 给你掩盖 你看不出来 到底是 你坐前放过 还是没掩盖的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把它放到一个中期的角度上去看 可能看的会比较清晰一点 所以说呢 在相对低价位 有成交量 但是五项价格我们看 并没有向上一段发动 而是特意的压制 没有出现上升行情 也就是说 这个资金 这个主力 早就知道收购的事 咱们不能主观一段 但是呢 你不得不说 这个主力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 他知道公司可能干什么事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不能说的 有关于说 这个旧事如何 但是呢 很多的客观事实 我们朝很多国家 都放弃这种问题 资金提前不进去 提前不进去 咱们不且瞎说 大家呢 就自己发布的时间 稍微醒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两次明题放弹 在咱们刚才看月先生 周先生 月线上非常明显 中间夹子这两个月 但是放在日线上 大家看 基本上 写的根本就看不见 就是高分阴线 这一颗量 旁边这个量 你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 这个量比前面的量 要放大 基本上放大一倍 也就是说 总体上来说 它的吃货过手 基本上 就是在这两颗量之前 后面的话呢 有一个冲包回落 那么达到一个震仓的目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写的话 9月15号 波尔老师呢 在推荐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这一颗阳线的 这一天 就是9月15号 9月15号呢 当时的这个K线徒兴 我们看以前 都是一颗一颗的 向上 但是这个呢 非常强的 这一颗阳线 把中间的这些 所有的阴线 全都吃掉 全都吃掉 如果吃掉三颗阴线 就很强了 它至少至少 是要吃的 所以说呢 这是股票 那么第一个发动点 它的力度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就进入到了一个 正式的拉升阶段 那很多朋友说呢 我这个拉升阶段 到底怎么操作 这种股票 不定哪天 这个一定要放就下来 到今天 我能在16个前所 回落就比较快 所以说呢 在这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技术上 怎么去操作 那么在15号的阳线 基本上就是这个 基本上就是这个 那么阳线出现之后呢 第二天 在阳线的下边沿 那么又震荡了 震荡了一天 震荡一天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第一颗阳线 和第二颗的时候呢 可以形成第一次的介入 第一次介入 这个可以的介入 我们看啊 每次都要我上买 我们看 推荐了以后 在30分钟 给了四次机会 第一次我们可以做底仓 可以做底仓 后面的三次呢 作为短线交易的一个 呃 仓位 一个仓位 比如说这只股票 我们想买5000股 或者想买1万股 行 那底仓 在这位置上 可以1万股进去 1万股进去 但是啊 你其中的5000股 是要做波段操作 是要做波段操作 这个目的就是防风险 目的就是防风险 那么 每次在向上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啊 在每次的平台整理过程当中 都会有一个缩量的过程 都会有缩量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大家的持股心态 或者说呢 持股股票比较多的人 他还没有一个主动性出货的过程 平台缩量 然后向上突破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要求 平台缩量 向上突破 那么在向上突破的时候呢 我们这1万股的进去 1万股的进去 那么每次的上涨趋势 决定就是你的5000股 5000股出局 那你会说在这个位置上出局 在这个位置上在进去 这个价位是不是高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拿这一块的利润 把你原来那5500股的成轮降回去 降回去 那么第二次炒作 还是5000股入场 5000股出场 5000股入场 5000股出场 每次都是这样操作 那么你相信 你经过三次 三次 除了第一次进入之后 一次两次三次不断操作 那么你基本上 你手里的5000股的 这个股票的成本 预计就是白赚 甚至于是付 因为它起锁点 只有大概三块多钱 三块多钱 所以说呢 你每次都能拿到一块 你这个成本也降到没有 也降到没有 那么随着 第四次再突破的时候 第四次再突破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5000股入场 但是我们发现 后面的平台变得小 变得小 那也就是说呢 现在已经不是 三十分钟的图形 能够进行一个 细致分析过程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 一个五分钟的图形 我们看 在三十分钟 第四次买入机会以后 就进入到了一个 第五量 五分钟的一个上等 开始 那么五分钟的上等 开始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见 这个 这个是 第四次买入机会 那么这是五分钟的一次机会 这是五分钟的两次机会 两次机会 但是呢 这两次机会 我们就知道 我在这个 中文章写 那个 乾坤十二摇 大家有的朋友可能看 那么咱们这个 一经当中 这个飞龙在前后面 就是抗龙无浮 所以说呢 在大步骤 拉伤之后 那么随时伴随了风险 这也是我们前面 这三次 四次操作 降低成的目击 降低成的目击 目击就是控制风险 控制风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了 第四次到五分钟 这种疯狂上涨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利润非常高 利润非常高 涨速度非常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风险就开始积累了 那么我们看 在九分钟的 这个平台当中 我们还能够看到 缩量的过程 还能够看到 一个缩量的过程 那么 在第二个平台 我们再看这些 很明显 很明显 在这个平台上 量已经缩的不行 也就是说呢 先知先觉的 或者说是有大量 筹码的人 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开始 消策的出落 已经开始 所以从这个位置上来说 向后这一次的操作 我们就不操作 因为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人跑了 已经有人跑了 这次突破 那五千我不买了 那五千我已经 那么不买了 就考虑卖出了 就考虑卖出了 所以说呢 这种操作的过程 买入的过程 另外一点的话呢 我们看在这一点上 主拉升 一个平台 这张中呢 我们有的朋友 可能知道一些波浪流论 那么可以说主拉升 第三套 第三套 那么在第三套当中呢 我们看到 整个的量能配置 量能配置 看这个 量能配置 一边拉升 从焦量一边的向下缩减 还没做平台 在向下缩减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力在操盘的时候 他会发现 市场的跟风盘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他现在马上意识就是 我如果再往他拉升的话 这些人不敢干 那么他现在 我们还要讨论 就是 则击出货 则击出货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 第一个 看这种量能的 这种能称 醋状的这种量能 进行对比 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剧面线 剧面线的高度 高度 在这个高度 你又非常 第三次非常低 大概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那么主力就要想 我这些窗碗 我炒了四十 我炒了四百块钱 如果你是要出去 那么锥掌的人少了 他就 卖了出去 他就没有人买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开始制造了一个 大家都喜欢看的 平台 出现 然后整天 一个大部分的高开 但是整天高开之后 我们看高位 已经不能一个单向的上升 而是高位 一个大幅度的震仓过程 大幅度的震仓过程 这个震仓 震动的过程 我们再看下面的量 这个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利润诱人 但是呢 风险已经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当时问老师呢 他跟我说 这股票 小心小心 该出货 该出货 在我们VIP的平台当中 我们也提示 再三个提示 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 有些是股票的朋友 考虑出货 如果还心存幻想 没有关系 你最起码把你的成本拿出 后面再看一看 如果真向上 那你就再多赚一点 如果 判断对了 那咱们就 少赚一点 这回呢 是咱们用一种交易策略 去控制风险 控制风险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 五分钟的巨量 那么走出来的 这么大的成交量 以前 这种成交量 都能推出出 这种 这种好景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 这么大的成交量 只能做出一个高位 正上三种群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 要不然就是暴力上升 要不然就是下缩 那从风险 两块钱 三块钱启动 厂得四十块钱 可想而知 主力手里一张两块钱的钞票 一翻变成四十了 他的第一想法 就是兑现 兑现 因为它是了 过两天四十就变三十 过两天可能就不值钱 所以说他的想法就是 赶紧把那四十块钱花下去 赶紧花下去 这就是他的最基本的 咱们 主力资金钞票 就辞入过程 所以说呢 有一些朋友们 比较喜欢追这个强盛 我一直就在VIP里面 我说 回调在街 不回调 不开舱 不回调 不开舱 首先 一定一定要把安全的车 考虑到第一位 那么这种出货的嫌疑 已经非常非常大 当然了 咱们是 身后周格亮 只有VIP的朋友 可能能证明我们在 盘中确实跟大家交代 在高业 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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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一些 新童的 我说我们的VIP 员呢 我觉得 结束了 事后才把这事 搬出来 说话 相信 我们这个 VIP的会员都知道 所以说呢 随后我们就看到 一个断坡的 断坡走势 直接就离开 离开 你这还犹豫 你说 会不会反弹 再上一波 再上一波 当时呢 我还是想抢反弹 但是我预判的价位在12块钱 12块钱 因为它被平台呢 在24块钱 我意见到12呢 在一个强劲反弹 可就能达到一个 翻倍或者60%以上的利润 就是一个机会 但是它没有达到那个位 只在18块钱就反弹了 所以说呢 这一波呢 我们就没有再参与 也没有再去想这一波 这是总体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图形呢 就回到了30分钟 30分钟这个时候我们看 从低价位启动 只有这个位置放了一次量 后面一直是在控制的量 相当 在暴力拉升高价位 在这个位置 这些资金就出套了 不计成本啊 刚开始这个位置还是震荡 震荡 大家还能想着 这继续向上动 整天就开始不计成本 你要就可以 你要就可以 所以说这是总体的一个 炒作过程 那么 咱们这个手里这个书呢 第二页啊 都有这个 咱们在这边介绍 这个满人物和卖 都有一些进行 一些事情 大家呢 如果对于我们的小弹谷 有兴趣 那么可以呢 把这个方法计划 这样的话呢 因为小弹谷有一个最大特徵 就是暴展暴跌 暴展暴跌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呢 从投资的金额上 第一步 投资金额先放 你不能说 我有十万年都传小弹谷 这就不理智 用个五千菜 咱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可以试 可以做 大资金量 还是要求文章 还是要求文章 所以说另外一点的话呢 有很多交易经验 比较少的朋友 大家呢 也要熟悉我们的索 在第二集 给大家的一些操作方法 描述 苗层不对的时候呢 我们不管正义吗 陪你吗 我们都要说 打仗打不过的时候 就要撤 安全第一 保住了性命 咱们下次还能打 如果这次打在战场上 下次再看见战场上 你再往上冲进去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还是我们在VIP当中 经常提及的 我们做股票交易 本身呢 是一个不完美的意识 永远不完美 但是呢 有一点 有一点必须要 这一点的话就是安全 所以呢 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投资愉快 谢谢 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 Jason老师 带来这个精彩的 记忆经验的分析 那待会呢 Jason老师 也会留在现场 如果在今天讲座之后呢 会员朋友 我们的当务朋友 投资的好朋友 有什么问题 随时 可以跟Jason老师 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 Jason老师 今天晚上都会在现场 大家可以把问机会 给他问他 那这本书呢 就像我说的是 赡布最好的入门手册 而且呢 我也发现 就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如果是熟悉我们朋友 会发现 去年我们做了一场 度演 有五间中概股的公司 其实这五间公司呢 我们真的不是骗人 他们呢 都入选 有几间公司都入选了 这个150支 那么古名单 是我们分析师 还有花兰街的佛行 他们非常一些 看好的一些低价小朋友 包括像大家熟悉的 TAMH 这就是我们去年的公司 这次入选了 同时 RCON RETA 也是我们去年在路演 跟大家推荐的公司 这次也入选了 所以我们中文投资网 王老师讲的东西 其实一一的 大家会去验证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交给大家的 真的是我们的经验 正确的一个投资方法 那刚刚大家听完了 技术面的强者 Jason老师之后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 比较新的老师 他过去常常在幕后 做一些分析的工作 基本面的分析工作 不过呢 这是为了赶护第一金 王老师也难得 把他的爱将 Kindley 推上海面 来跟大家 首次的来分享一下 Kindley 他的强项就是 基本面 他是UCLA 金融专业 别人刚才生 同时也是CFA 一级执照的一个持有者 那我们来欢迎Kindley老师 还是老话 也就希望各位朋友 能够好好珍藏这一本书 绝对会在你们投资之路上 在小汉谷的研究之路上面 会获益无穷 因为它就像是一个宝典 我们常常可以来翻一翻 有问题的话 如果是我们CFA的会员 就是可以随时请教 Jason老师 然后或者是Gran老师 或者老师 那我们就欢迎Kindley老师 Kindley老师 他如果是我们BIT的朋友 他平常没有参与直播 因为他都是做幕后的分析研究 他也是我们的 Kindley金 还有BIT这些很多的一些分析 都是他来写的 非常谢谢大家的 今天来参加小汉谷的 我第一天的讲座 我是周朗普 我是Gran老师的 那就是Gran老师 那么刚才呢 这个Jason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有一些表现非常强烈的一些低价果 包括呢 我们要通过技术威胁的一个方法 去把握到涨幅不较好的一些低价股 包括操作上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么 呃 我今天这个主要的主题呢 会分成五块 给大家做一个低价股的 也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 从最开始为什么要做低价股 第二点 投资这个低价股小盘股 应该如何开始 第三呢 如何定义股票时 呃 如何去应该关注哪一些板块 呃 第一次如何进行新管理 以及这个如何运用分析工具 好 那么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低价股的优势 其实刚才J先生老师 也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低价股 它最主要的优势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产户朋友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 而且跟本金的投入也比较小 给大家许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呢 有一支B4B的概念股 那么我们在这个福巴当中 发现这一个可公司呢 是对米特利的一家公司收购 那之后呢 这家公司当天的涨幅 就超过了1000% 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两天之内 它从这个涨幅市 达到了25倍 25倍是个主要概念 就是如果说 你在这支股票当中 投资了1000美金的话 两天之内 这一天美金 就会变成25000美金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低价股的优势 非常的明显 就是快速 暴力 而且呢 本金投入比较小 那么刚才 那个南辆姐给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给五家州外国公司做了这个录点 那么也把这五家公司 介绍给大家 其实这五家公司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有三家公司呢 都入选了我们这个 Lowflow的这个名单当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炭博士 T&H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我之后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因为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抛贩档的一个图形 那么可以看到 它这个从四月份一直到十月份 从一块钱涨到四块钱 这个获利率也是非常可观的 另外有这个Sino 它是做中美航运的一家公司 那么它的这个股票呢 在一周之内 就从这个一美元 最高是涨到了十四美元的一个高点 算是四倍 Rica呢 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一家公司 那么它本周呢 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它和北京的一家公司会签署 的三年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协议 三年的一个策略性的合作协议 从此呢 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Rica本周的这个表现 也是非常的强势 那么本周表现比较好的 还有这个TRXC 它呢 是一家做这个医疗器械的一个股票 那么它本周呢 也是受到一个消息的影响 就是它的这个 做手术的一个机器人 是通过了FDA的一个认证 那么受到这个利好消息呢 它的股价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暴涨 那我们刚一起从 从这个很多支持的股票当中 都给大家认证了 这个D价股 它是帮助投资者 获利的最快的一个方法 因为呢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 就获得很高的一个涨幅 而且呢 并不需要大家太多的一个 本身的房子 那么大家要怎么开始 操作这个D价股呢 最重要呢 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券商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 VIP当中就发现 有一些朋友呢 想跟沃尔老师的单 因为沃尔老师经常会 就是选择一些非常适合 交易的一些B价子 那么VIP会在跟单的时候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跟不上 或者是沃尔老师能买的股票 他们买不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跟你选择的这个交易商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华人投资者 很多都喜欢选择这个 Sculptray是跑特 因为它有一个 比较好的中文的一个平台 所以大家都选择这个交易商 但是它其实是有很多 很多毛病的 尤其是在操作低价股的时候 这个缺点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呢 很多时候一些像 OTC的当中的一些股票 本贷当中的一些股票 在Sculptray的上面呢 是没有办法进行买卖的 可能这个交易商 会觉得一些股票 风险太大的话 那么这些实力不够硬的交易商 他们就不会提供这个 买卖的这个选择 可以说呢 我们这边就给大家 挪列了一些 可以做这个小盘子的一些券商 包括Ameritrade Rodality E-Trade 然后美宁的Edge 然后Adding的这个 用在凑两个 用的比较少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前面三个 那么如果大家有进去的话 那也可以在这个 stopbrokers.com compare这个网站商 去进行的查询 因为上面有非常详细的 这个各个交易平台的 用户 有其他的这个 用户之后的一些体验 那么我这边也给大家 总结了一些 主要的交易商 他们的 比如说存款 股票的手续费 这个还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他的股票手续费 像TDM RT是6.95 加大约4.95 E-Trade的话是前30比是6.95 30比以后的话就是4.95 那么家庭品财就是 Subscribe的话是4.95 另外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优惠 大家可以看一下 TDM RT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平台 因为主要是他的这个交易平台 Facebook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就是 而且他现在这个优惠也不错 就是存单线的话 就60天的一个free trade 就是说你 交易股票的话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所以大家要是 在选择这个平台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 那如果大家就是 作为常见来看 如果比较关心这个交易费方面的话呢 最便宜的就是这个 E-Trade还有Charlotte 都是4.95 另外呢 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做这个 小盘股的投资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选择 这些机构喜欢用的这些券商 因为机构的券商 它有什么问题 就是它是按照股数进行收费的 不是按照你单币交易进行收费的 那像我们操作这个小盘股的话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 IB Interactive Broker 它的一个收费的标准 那我可以看到它是按照股数 也就是说 在30万股以下的话 它每股收 0.003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我们操作亚马逊的股票 亚马逊的股票 股价是1000左右 也就是我们如果只买10股的话 这个本金就需要1万美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是按照这个来算交易费的话 0.0035 0.0035 乘以10股的话 就只有0.035 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一个忽略不计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在操作这个大盘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这些机构券商 但是如果是小盘股的话 大家可能一买就是10万股 100万股 因为它股价非常的低 就比如说1美元 甚至有些1美元弄不到 所以说大家这个买的股数会比较高的时候 就不建议去用这些按照股数计算的这个券商 那么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仓位当中 因为都会进行一定的分配嘛 有做这个长线的 有做这个短线包和低下股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在这个交易商方面进行一个配合的使用 比如说在进行这个小盘股的操作的时候呢 就用TDMR trade 在进行大盘股 或者是在进行日内交易的时候 就可以用Ethera Broker ID 高粹我刚才说过 因为它操作小盘股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呢 它就是做工股票的时候 可能会见不到股票等等 本来就是某个小盘 是是是 好 那么我们已经看了就是应该选择 怎么样的券商去进行开户之后 我就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散布一金当中选择的四个板块 我们这个四个板块呢 就是给大家选择了赚钱机会最多的四个板块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散布一金的这个列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栏目分类当中分得非常的清楚 可能这边太小看不太清楚 就是也是分为了这个 倍增长股 热门板块 主板钱 以及杠杆ETF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定期给大家提供这个深度的研究报告 当中呢 当中呢就会包括这个公司的座板面和基础面的全面分析 以及呢我们也会有这个Lowgo的股票池 就是大家刚刚出当中也收到的这个股票池 那么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个更新 另外呢我们也会有每周的这个交易机会的一个维围 好 那么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四个板块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呈现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四个板块当中 赚钱的机会是最多的 我一个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呢就是被宣传股 在华尔街当中呢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被宣传的股票 那么他们的这个形态呢就是暴涨 然后出现暴跌 那么大家都会想知道 一为什么这些公司会想要宣传他们的股票 第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散户朋友要去交易这些被宣传的股票 那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首先第一点 为什么公司要去宣传他们的股票 那么他们通常的一些宣传的渠道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投资产会去吸引一些机构的投资者 或者呢他们也会通过这个投资论坛 以及公司的这些投资者关系的一个公司 去帮他们宣传这个股票 那么他们宣传的目的呢主要是有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要推广这个公司的一个知名度 并且呢提高他们股票的一个成交量 因为吸引到更多人的关注之后呢 他们的股票才会有量 有量的话才会有波动 那有波动的话呢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第二呢就是为了推高这个股价 然后可以满足公司一些长期的发展目标 比如说他们想要融资或者是他们想要在这个 纳斯达克或是什么标准的主板上市 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纳斯达克主板上市的话 他转板要求这个股价呢是要达到4美元 所以呢他们就会通过这个promotion的这个手段 去把这个公司的股价抬高 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他们才可能在纳斯达克主板上市 另外呢也会进行这个融资 因为呢股价上去之后呢 他们整体的这个股票的出行 比较好看的话呢才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 去进行一个投资 才可以达到他们的一个融资的目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装家套利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A5熟悉的话呢 肯定都知道装家套利是什么印象 好那么这些就是这个公司 他们去宣传自己股票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 这个是一些宣传的一个页面 那么为什么我们散户朋友要去投资 或者说要去交易这一些被宣传的股票呢 主要是因为他可以在短期之内 帮助大家获得非常高的一个利润 那么像这些被宣传股的话呢 他通常的一个形态 就是他会有一个pre-promotion 也就是宣传的一个预备期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股票呢 是这个慢慢的一个上涨 那么他的这个成交量 也是慢慢的放大 之后呢就会进入一个pump 什么叫pump 就是这个股价会迅速的走高 而且呢成交量也会迅速的走高 但是他们把这个股票打到了一个高速之后 比如说像TNH 他打到了4块多之后 可能说这个公司的高等或者是背后的庄家 对于这个股价已经非常满意了 那么之后就会有一些利空的消息 导致这个股价出现一个down 出现一个暴跌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被宣传股的一个形态 就是暴涨暴跌 那么TNH呢 他就是从1块钱打到了4块钱 然后在9月27号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增发的一个 这个增发股票的一个消息 那么之后呢 股价就出现了一个暴跌 回到了2美元附近 那像这样这个pump and dump的股票 其实非常多 这些被宣传的一些案例非常多 LBUY就是一家这个大马公司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pump的时候 这个股价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大了三倍 但是之后呢 可能股价到了一个一定的高点之后 这个庄家包括一些这个公司的高层 进行了一个货币出场 那么我们一听一看到 股价又出现了这个暴跌 以及呢这个M&KD 这是一家这个BioType的一辆公司 同样也是在短时间内 就出现暴涨之后出现暴跌 那么我们投资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 当中这个暴涨的这一段阶段 然后呢去获利 并且呢要在它暴跌之前 及时的指引出场 所以大家在操作这些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一些让我们可以担心 而且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入场银的时机 并且要把握住出场的时机 这样呢才可以跟着这个庄家一起赚钱 跟着这些在这个被宣传的期间 去买入这些股票 去关注这些股票 然后呢跟着庄家一起入场一起出场 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获利 好那么呢跟大家说完了这个被宣传股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板当中的一些潜力股 那么主板当中的潜力股呢 主要是分为三种类型 一个呢是low flow 也就是它的这个流通盘比较小 第二个就是reversely 就是公司进行一个并股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IPO 公司进行的一个这个首次上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主板当中会关注一些low flow的股票 包括大家在这本书当中收到的 我们这个总结的100多只股票 也都是low flow的 这个流通盘非常小的一些公司 一些股票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股票 是因为它的盘小 它有炒作的一个空间 它还有这个上涨的一个力度 它有暴涨的一个可能 那么大家想一下 如果是像这个苹果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 哪怕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 它可能这个公司的股价上涨2% 3%一定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很少会有这个暴涨 翻倍的这个可能 但是像这些流通盘比较小的股票 这些low flow的股票 它才有一个炒作的空间 才有这个暴涨的可能 比如我们看这个FXI这个股票 这种股票它是一个烟草公司 那么它主要是生产一些米古丁含量 特别低的一个烟草 可能只有这条烟草的这个 米古丁含量应该是少了正常烟草的90%以上 所以呢在FDA条的米古丁的含量标准之后 这条消息就刺激了这个low flow这只股票 XSIA从0.8美元暴涨到2.8美元 翻了这个三倍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些大盘股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小盘股的一个原因 还有炒作的空间 还有暴涨的可能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reverse play 就是这个并股 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LINU LINU这只股票 它在8月29号 就在这个时候 它发布这个消息 说这个股票要6平1 那么并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的这个流通盘就变小了 如果是6平1的话 意味着它流通盘缩小了6倍 那么这个也是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 流通盘变小了之后 这个公司才有股价才有炒作的一个可能 因此呢这个reverse play 也是推高它股价上涨的一个推移 第三个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的IPO 就是一些可能原本 比较就是受欢迎的一些公司 他们在进行了IPO之后 就会引发投资者的一个热情 一个追粉 那么大家分分入场 比如说这个 ROKU这个公司 它是做这个金领盒的 那么它在上市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股价呢 从16美元附近 涨到了30多美元 涨到30美元不到的一个地方 差不多也是翻了一倍这样 但是呢 这样的股票 同样的也是一旦热情消退之后呢 股价就会迅速的一个回落 所以大家也是要抓住这个 股价暴涨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在这个主板潜力股 我们这个想做第一阵的主板潜力股的页面当中 也是会跟大家定期的更新我们的这个链表 包括Lofo的链表 Reverstuit还有IPO 那么大家提前知道有哪一些公司会进行进度 哪一些公司会进行上市的话 就可以提前的有一个关注 那么一旦他们有这个行情出发的话 就可以及时的入场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热门板块 我们之所以去关注一些热门板块 就是因为 这样子的话 就是更加有针对性 这些热门板块当中的股票的话 比较受到投资者的一个追捧 那么我们关注这些板块的话 可以说是比较的有地方适应 比如说那今年特别火的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的价格还在今年是暴涨了六倍 这个也就会激发到很多投资者 对于比特币的 还有比特币的概念股的一些热情 那么如果大家就想进入比特币方式的投资的话 只要有三种 一个呢是可以直接购买比特币 第二呢可以购买比特币的ETF 第三呢可以购买比特币的这个概念股 好 这个是比特币今年的一个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这个安英今天初的时候 是在一千美元附近 那么今天盘中的时候 是一度触及了六千美元的一个关口 因此呢今年的这个涨幅 差不多是达到了六倍左右 那么如果是有投资比特币的朋友 肯定也是获利不少 另外呢这个差不多一个小种口 就是我们周恩投资网 在这个办公室 进了一台这个比特币的一个ETF 就是它可以把现金直接建成比特币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吧 对就是把现金放进去 然后你前后也就是比特币 另外的话呢这个比特币的ETF GBTC 这支股票自上市以来 是涨了三十倍之多 它在刚刚上市的时候 大概只有三十美元左右 那么今年最高的时候 是涨到了一千美元 这个涨幅是非常的惊人的 那我们单单看经典的话 涨幅也非常不错 年初的话可能是一百多一点这样子 然后现在的话 应该是在七百美元左右 也升发了七倍之多 这就是我们关注这些 日本板块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通常与它相关的 这一些股票都会出现 比较好的一个涨幅 同样呢也有比特币方面的一些概念股 比如说这一支UHD 它呢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从0.1美元涨到了1美元出镜 所以呢这个涨幅是翻了十倍左右 比如说涨势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一些可能本来 没有比特币概念的一些公司 他们一旦沾上了这个 比特币方面的概念 或者是挖矿啊 或者是这个区块链 就是挖矿的呢 那他们之后这个股价 都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这个 比特币相关的一些股票 他们用来的这个表现都比较不错 而且呢爆发性都比较强 那让我们板块的当中 除了这个比特币以外呢 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个 大马股的一个总结 那么之所以关注大马股 是因为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呢 大马会正式在加州 这个娱乐性会得到合法化 所以呢到时候也会推涨一些 大马方面的一个公司 那么我们在这个 散户第一厅的这个大马板块当中呢 也给大家列出了一些 大马这个表现非常好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 这家公司呢 我们在上周的这个名单当中 跟大家做过一个更新 做过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这个公司的股票 也是一度上涨了5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米特币板块也好 大马板块也好 这些日文板块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类似的更新 那么大家也都可以有一个关注的重点 最后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杠杆类的ETF 杠杆类的ETF 就是相当于说 把股票加上了 像天然一样加上了这个杠杆 所以呢就会增加 它的这个股票的一个波动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倍看涨半导体板块的 这个ETF SOX的 SOXL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今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涨幅差不多也是达到了这个三倍多 从40美元附近 最高现在是130,000美元 而且一路震荡上升 可以说是 今年表现最佳的ETF之一 LOXL SOXL 好那么跟大家介绍完这个四个二块之后呢 最后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操作这个小盘股的时候 低价股的时候 最重要一定要做好这个资金管理 就大家千万不可以贪心 不可以支持特别重仓一支股票 一定要把这个仓位完全的分配好 大家不妨也可以施行一下一万美元的一个计划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BIT当中 所有的分析师也是展示了自己一万美元的一个实盘 那么我们这种老师呢 他在两个月左右吧 已经是获利50% 就是用一万美元 赚了5000美元 那么大家在这个小盘股的操作的时候 也不妨可以实行一下一万美元的一个计划 并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本金的投入 因为小盘股它就是随时都有翻倍的一个可能 所以说也不需要太大的本金投入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一支股票的这个持仓 不要超过本金的25% 如果赚的话呢可以继续加仓 但是如果有亏钱的话呢就要减少操作减少交易 另外呢就是看准时机的时候才可以下正常 而且之后在赚钱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 最后呢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恶毒商人 因为在操作这些小盘股的时候 它是交易并不是投资 所以呢出措是一定有的 那么大家在入场的时候呢就要设置好 就是调整好这个形产 设置好这个殖存点位 赚钱了之后呢也要设置好这个指引的点位 防止自己的link rate出现一个萎缩 好那么最后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分析的工具 在操作小盘股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的一些分析的工具 主要是有这个看图的工具 人工智能的扫描工具 还有基本面分析的工具 首先这个看图的工具 这边的话我们用的是trading view 为什么用trading view呢 是因为像stopcharts这样的这个看图的一些网页 它可能不会提供这个opc的一些小盘股 像这个粉丹这些股票的图形 也没有一些加密货币的图形 但是trading view的话 它这个信息就非常的全面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个 刚刚说的就是本周表现非常不错的医疗器械股TRFC 那么我们很简单 在这边输入这个股票带号 然后点一下这个interactive charts 但是这个好处 而且就是你只要动一下这个鼠标 我们就可以把它比如放大放小 这个时间可以放短或者是放得很长 那么另外呢 这个左右移动起来也非常方便 看这个股票的一个时间非常的方便 这个trading view这个软件非常的好用 还有一些比如说加密货币 那么看一个这个白色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加密货币的这个图形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看一些小盘股 或者是要看一些加密货币的走势的话 都可以用推进view这个软件 那么另外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 人工智能的扫描软件就是 这个trade ideas 大家要注意就是它是trade 然后一杠 当中有个一杠 然后ideas 那么这个网页它的好处就是 它在左边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类 包括这个盘前的一些信息啊 有哪些是被逼空的short squeeze 等等 它这个分类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个 它在这边呢也会有每天 表现比较好的一些 就上涨的股票 或者是下跌的一些股票 就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个手段 给大家做了股票的一个分类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非常全面的资讯的话 就是每天有时间拼盘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trade idea 要是没时间的话就算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大家要做基本面的分析的话 要用基本面的分析工具 那么我们之明用的比较多的两个 一个是opcmarget 另外一个是monistar 那么在这个网站也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这个opcmarget 我们打一个 tdn的指号 它模式 那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它近期股价 成交量方面的一些表现 那在这个company profile这边的话呢 这家是没有 但是它有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公司的一个介绍 旁边呢都会有这个市值啊 包括流通盘的一个介绍 那么呢刚刚跟大家说在选一些就是 盘子小的一些flows比较小的这个公司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去查询 他们的这个流通盘有多少 然后另外旁边也会有它近期的一些新闻 然后有这个反应者等等 那这两个网站呢 是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这个 做基本面分析的一个工具 应该当我们介绍 看图的工具的话 可以用tringview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 可以用tringview 另外的话 现在那个重来 我们也撞下 这个都是免费的对吧 对tringview的话 就是免费的 但是tradeideas不是 而且tradeideas它收费还挺高的 一年的话可能要900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别 就是那个的话 tradeideas其实可以不用看 然后另外这个morningstar 和easy party也都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了解公司的意识 好 谢谢大家来生平生平生的感受 然后呢 我们就会由mora老师来给大家做 最后的总结定发演 谢谢大家 谢谢Kindy老师 现场的好朋友们 大家刚听讲 就教大家的工具 你们有没有学到了 就像是我一直说的 我们不是那种 就是叫你们来 给你们说哪一句 我不要好 这次一定会转 不是 我们要知道你们正确的方法 所以这些小工具呢 就算是有时候 老师直接你了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 做一个查询 做个判断 有问题都是可以问老师的 那我相信刚刚大家 拿到书的时候 手上也有拿了这张纸 对不对 这张纸呢 我相信有一些会员朋友 一直在问我们 还不是很了解 我本桌头堵 历史最悠久 创办20年来 最悠久的两个服务 这个呢 就是美股VIP的食盘服务 也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Jason老师 1万块美金 赚了5000块 就是这个服务 那Brain老师 现在1万块 也赚了将近3000块钱 那这个呢 是每天早上呢 在美股整个开盘的时间 我们就提供全程直播的服务 非常适合很多 已经退休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呢 要钻研美股 在家里 专心做投资的朋友 每天早上就跟着老师 我们这位老师 都会在线上 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每天 我们做的 是这个交易快进快出 大家一定要必备的一个服务 另外 赚目低金 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 这个服务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跟刚刚Kinty老师 还有Jason老师提到 它就是一个主攻低价股的服务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VIP美股 会提到一些蓝筹股 大家都知道 Brain老师 Will老师很喜欢做蓝筹股 最后就是Apple Amazon 但是这样的股票呢 它你真的可以赚到钱 可是你没有办法赚十倍 二十倍 一千块的Amazon 你们告诉我要怎么赚十倍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刚刚Kinty老师 给他看的 给大家看到的这些股票 还有我们梳理的这150支股票 他们都非常有可能 能够赚十倍 二十倍 这就是第一价小盘股 也就是涨户第一金 这个服务要教你们 它是专门在专严低价股的一个服务 它呢会在每个礼拜 我们做一支系统性的更新 那你们服务内容 就是刚刚Kinty老师 介绍的那个所有的内容 包括股票池 包括帮你们筛选股票 基本面还有技术面 分析的一个提供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单子就是可以给 会朋友们做参考 看你们有没有需要 那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欢迎 今天大家待到这么晚 真期待的就是我们 中文投资网的创卖人间 Dio 汪老师 汪老师要跟大家再提 他为什么发现了 这些低价小盘股 他的魅力 还有命准在哪里 欢迎汪老师 谢谢 今天呢就是 为什么我选择星期五晚上 因为星期五晚上 一般是大家娱乐 很多朋友都很累 我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和决心 这些这些朋友来了 都是一定要做百万福 都是两千块钱要变成一百万的 肯定的 因为我以前星期五是最最难的招人来的 是星期五都要睡觉 是吧 都要去看电影 约会 逛夜店的时候 哪有什么星期五 还来这么正经 星期五的 美洲华尔街的收视率总是最低的 一听到美洲华尔街 好像很紧张 所以我今天就是告诉大家 今天来的朋友一定会赚钱 因为你要有决心 你说 我一定要赚钱 是吧 大家才会赚钱 是不是这样 OK 那么中文投资网呢 也在不断的更新自己的产品 我一直在20年当中 一直在不断的反省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跟很多散户朋友 发现他们的所有的问题 那么如果投资网呢 现在我就把产品分成两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一个就是投资 什么叫做投资呢 因为我最大的财富 并不是我涨的算 并不是我有钱 并不是我身高 并不是我 而是我的财富在于 我是从1996年到现在 2018年 我看了美国的 剩剩摔摔 所有的一个过程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呢 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的最大的财富 那么第二点呢 我就是发现了 自2000年以来的 第二次的网络的革命的 已经开始 我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 因为我99年的时候 看亚马逊上市 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第二个亚马逊 那么当时也听到很多很多负面的声音 那么现在也听到比特币 也听到川普 也听到这个利率 也听到很多股市创新高 那么现在我就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也许和大家外面不一样 因为今天盗球 标普又创新高了 那很多人 恐高这个又来了 就担心了 那么这个的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那么前一阶段可能有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比这个party 更大的一个讲座 也是坐不虚席 那这个讲座就是叫大家投资 什么叫投资 就是一个月250块钱 或者一个星期 或者250块钱 我觉得说大家买这个NVIDIA 为什么 这个NVIDIA 它具备了所有的这个未来的亚马逊的股票 当然亚马逊现在很高很高 一万七七一万三千七百块钱 1997年投资它的IPO 现在都一千万美金 一万三千七百块钱 你在1997年能盖手 也不过就是付个打payment 那你现在有一可能赚的二三十万了不起了 但是你如果一万三千七百块钱 投到这个亚马逊 现在是就价值不得了 那当时有什么 为什么有那么多错误 因为我的一个亲戚也是跟我讲 哎呀 Warren你看这个亚马逊 然后泡沫很大 是吧 这样买的话很危险 美国股市这个很危险 当时我不大福气 我说 这个以后很多人都要是买东西 一定是用亚马逊 一定会很高的 对吧 那么后来我回家就去买它的股票 那我现在NVIDIA呢 我根据我这个投资的方法 每天每个星期买的朋友 从160块钱 现在已经差不多接近200块钱 现在干什么 还是每天逼着眼 就每个星期就逼着眼 买个10年 你会发财 OK 所以这些朋友呢 这是投资 你什么股票都不懂 我一想玩 哇外面全排队了 我说我把股票带号也告诉你 你们300多的人 你们可以大家分享我的newsletter 但是大家不要 但是还是买我们的会员 有的朋友到现在还没有抽到我的 我的这个newsletter 我们已经做了第二期了 好 我随后呢还会有这个小盘子的这个长期 就是大家买到三支股票 不要买太多 买太多也没意思 我的所有的产品 一个计划 就是一定要比市场上做的好 一定要比基金做的好 我的基金退休 FWK7月份到现在已经赚了4%很好了 对吧 如果我的表现也是赚了4% 那要用我干什么 是吧 那我现在一定是要从长期以来 就是要看准一家公司就投 不要投几百家 又是买黄金 又是买原油 又是买高科技 又是买银行 到处都买了几百家公司 到处来一涨一跌都没有 所以最关键就是看准一只股票 看准这个人就投了 对吧 而且我跟大家讲 大家在美国很幸福 因为大家只要投对人了 投对了Jeff Bezos 那你就对了 投资了Bill Gates 你也对了 投资了巴菲特 你也对了 你也不用老很老 就是说每天去劳动 这个很累的 每天打工 每天去做声音 每天去去销售 每天去跟老板打工 这个很累 那我们只要做好投资 这个投资也不要很多钱 250块钱 每个星期就放进去 我就介绍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broker 叫Robinhood 刚才金斯里讲的什么 4块9毛 我说不用了 你分钱都没有就进去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250块钱 你再叫他4块9毛 就已经两个点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了 那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投资不过瘾 还要打打杀杀 有什么梦 2000块钱 能不能窝人王 能不能赚钱 我告诉大家有希望 有希望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VIP 就是给这些每天在那边炒补票的朋友 让他们觉得就是有依靠每天听老师直播 我每天也来做直播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档案当中有的 就是四位老师 上个月我们会员很多很多 因为大家看 哎呀老师做了也赚钱吗 不像以前说的 跟着王龙王就贵钱 不是这个事情 因为默龙王他买UBXY 他也是要订负量 有买一点点 不行就自损 或者怎么样 最终下来还是赚钱了 大家就觉得过瘾 那么第二个产品 我最近做了很多研究发现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会员参加VIP 但是真正在线上的不多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会员都是扩太太们 他们睡觉 特别在西部一天 要睡到12点钟一起来 就不在线上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在线上 那么第二 很多人有工作 有些孩子送孩子 哪有每天看物品 那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做好 我们要做一个 让投资人赚钱的产品 杰森安最近也跟我讲 让我感触很大 就是他说老马里 他跟别人讲微信 我跟他坐在他旁边 我看他微信 他跟我们大姐在反应 最近老大就两件事 一个是出差 一个就是骂人 骂人为什么 骂人就是因为 我希望我们能够为投资人 做一个好产品 你这股票怎么没有赚钱呢 你为什么跑那么多呢 你怎么就这么满意了呢 你就这么自主了呢 你投资了要赚很多很多钱 大家说对不对 对 OK 所以我们对员工是很严格的 所以我就做两件事 对吧 那么散户第一金 是我们把这个黑马虎进行升级 然后下周呢 我们将会选出一支股票 我现在呢 今天就是讲很多很实在的东西 我不讲虚的 这个就不用讲了 那么今天晚上 世界上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 大家知道什么 虽然是周五 虽然是周五晚上七点半了 大家知道什么 有谁知道吗 我没告诉我 今天这些全部是我们的经营 过了时间以后 这里都是百万富 千万富 今天的比特币创下了六千零六十的高顶 我最近两个月啊九月份 我原来去上海开一个展会 结果呢 在要去之前呢 突然就票子都买了 要走了 结果突然就发生了 中国比特币给关了 那个展会也结束了 那么然后比特币呢 就是五千点 一路跌到三千点 那大家什么 这个JP Morgan的老板也出来了 中国韩国都不让我玩比特币了 那大家说肯定完蛋了 肯定完蛋了 想不到比特币的今天又从三千涨到六千 那么这就告诉大家比特币的未来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今天呢也在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都那么诚心呢 我就告诉大家 我很有一支 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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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把握的一支股票票翻倍 原来那是不讲的 打死都不讲 但是今天呢 大家都那么 哈哈 哈哈 就是一支比特币的股票 我也跟他老板认识 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研究 但是呢 非常也告诉大家一个飞吹的股市 这支股票的价格 绝对不是三毫 是三十块钱的股票 那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公司呢 叫overstock.com 如果说比特币的概念 它是No.1 我今天呢 也在VIP里面 跟大家放这个视频 讲这个老板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因为最近呢 有一个做风头 跟他对抗 就是 他 他买涨 他这个老板的股票 就被人做 结果这两个人不打 就是打了以后呢 才成为老朋友 不打不成交 就是这个做空的人呢 最近跟他说 跟大家说 我推荐这个股票 他说这个股票 如果不到一百块钱呢 他说不要活了 第二呢 他说这个股票会涨到独风 那么今天呢 这个股票呢 就来到了一个高顶 三十九块 我认为啊 上六十甚至一百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是非推的消息上 如果这个股票是三分钱 大家就开心死了 因为三分钱会涨到三十 三十块钱 那就赚了 那三十块到六十块呢 大家觉得还不过一 但是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比特币 有几支股票呢 非常值得注意 因为我今天跟杰森 两天就拉着他跟他讨论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 我说 我说杰森 你做了那么多年股票 你觉得哪一次股票 我们不要说什么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三十 我只能说百分之一百一千的 我说HMM1 这种股票 他到底有什么 在在他找成这么漂亮的人之前 他长什么样 我跟他分享 结果呢 我们就发现这些股票呢 通常都会在前面排了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像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我就让他蒙他 厉害的效果 为什么呢 他就是在这里盘 这个盘呢 因为盘 你就要看到这个通常图一拿出来 不要看他日线啊什么 就看他过去二十年涨怎么样 如果是盘的话 他一涨就不得了 为什么呢 中国股票 有句话叫九盘币涨 朋友数多长 数有多高 如果你在买在一个合适的行业 比如说这是比特币的股票 那么这只股票呢 涨起来就会涨得让你 涨得让你想想动 有多少朋友 今天我有一个survy 有一个名义调查 有多少朋友 最就是说 最傲悔的不是没有买到涨的好的股票 而是过早的出场 有多少朋友说 啊过早出场 我气死了 这个我们百万福 千万福 就瞬间请举手 不过好 很多朋友还没有怎么学会 怎么连赚钱到 就是说 哎呀我是最后悔 就是说 哎呀这个股票就在这里出来了 就跌下来 啪一下子就上去了 然后没有拿到最高点 因为这个是人生财富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大家想想这一只股票根据8月24号 美国著名财经媒体Marketwatch 道中斯的公司 这个股票是今年2016年 2017年涨得最弱的股票 不是亚马逊 不是谷歌 不是阿里 这一只100块钱 会变成5万块钱 最高 最高 当然后来他被证监会给停盘 证监会找不到什么理由 就是看你长那么多 就是心里不舒服 说这个股票怎么长这样 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找不到什么理由 就是因为他 他信比特币 是吧 所以呢 我就是跟大家讲 从今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反映了 这个比特币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那么很多人说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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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Jimmy Diamond说了啊 这个 呃 这个说说说说说 呃 大通银行说 迟早这个政府会出手要把他关了 啊 迟早这个比特币这些都会完完 真的是这样吗 啊 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啊 我觉得不会 比特币上涨还会涨四倍 啊 大通银行的CEO说这是批骗 这是金资产骗局啊 那我们来看他的分析师 汤D啊 他在我过去五年当中一直在观察 他讲的很准很准 但是今年就打盹了 他花眼了 他说今年大盘 他可能已经搞了啊 但是他最近呢 又改变空气了 他说这个 这个股票啊 现在很合理的 其实就是告诉你韩会长 所以未来我们 我跟这个 这个 就是啊 网了相处 今年年底之前 大盘一直要涨 一直要涨 那么这个比特币呢 会涨得系列化了 最 涨过朋友 最最 呃 最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过早的出局 过早的 离开了跑道啊 过早的 担心啊 就是 把这个财富留给别人 我认为呢 今年 有很多比特币的 股票会 涨得非常好 其他呢 比如说生物股啊 这些东西 但是后面 明年会有很多很多军团 都会去 这个时候就像大麻一样 这个这个板块 就大家要找热点 因为我们就是 想把两千块 五千块 一万块 两万块 让你变成 二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啊 这些股票啊 如果你当时会看这些图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 其中 OSTK将会成为比特币里面一次最 最大的难筹 从他的这个零售这个板块已经至八十块钱 现在股价只有三十块钱 以后会两百三百五百啊 都会涨 但是很可惜 他并不是一个penny stock OSTK HMMY 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散户第一金 在过去二十天大涨十倍 巴菲特要花很多时间 要花十年 才会涨二十倍 当然 我这个人觉得 炒股好与不好 就是能不能在短期内 最快的 最短的时间赚到 用最小的本钱 赚到最好的钱 当然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人有爱好 对吧 下面呢 我就告诉大家呢 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关注华尔街 被华尔街忽略的股票 最近有一只中国的 最近中国股票啊 今天又上市了一家 前两天又上市了一个什么叫区电 就是互联网金融 我最近看一只最牛的股票 叫JP JP 这名字也蛮忘记的 叫JP 解僻就是你清洁 每天就是感觉要很干净 两天就要解僻 又解僻啊 那就是这个股票 那他这个股票从七块钱 一路涨到二十八块 我打开图 在来之前一打开图 哇 我晕倒了 涨了这么大 涨了四倍 还是很便宜 就是为什么当时就是华尔街 根本就就觉得这是个不可能的一个 一票啊 我觉得这个股票就是骗子 但是现在一看 因为华尔街现在钱太多了 现在又看哎呀 中国也好 习大大十九大一搞完以后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 习大大在政治斗争以后 大家北京就关注这个政经济啊 就要开始涨了 那中国经济好 美国经济好 这个利率又那么低 我二十六年 投资的一个经验 就是如果是低利率的 利率不是涨得很凶的 经济GDP往上走了 这个就是大牛市的开始啊 很多人说红期BDA 呃 九十年什么BDA 这些都是传了 要要看你这个现在的经济情况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为什么现在中国 很多都进了 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而不是要逃命的机会 啊 很多人还是在骂 哎这个股票暴跌啊 很危险啊 八十七年股仗还是要来啊 啊 这种呢 大家就要看啊 大家要看 我个人觉得大部分人的预测 都是错的啊 所以呢 呃 大家就是要抓住这个局 为什么要关注华尔街 很多人在华尔街有装啊 没装才好 啊 我不太喜欢轻装 我觉得所有的股票都是工序关系 哪有什么装啊 天天吃饱了 没事做就在那边做装 哎呦 多啊 这个做装很容易亏光的啊 没有那么简单 H.M.N.Y. 为什么它长那么多 就是它的业绩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而在这个瞬间就是一瞬间就反映出来 而且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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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今天给了那么多这个书啊 我把它英文那么好 大家一看啊 这本书丢也不成 我觉得这个质也非常好 这本书十块钱 十块钱 因为我以前就一张纸 别人一看我打一纸丢了 结果里面就是很多钱 你说H.M.N.Y. 我们去年也推荐这个股票 这支股票去年一波 一块钱就直接涨到十七块钱 今年这一支股票 从三块钱涨到三十八块钱 那么为什么跌呢 就是第一波跌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公司呢 公布了 他们卖股票了 因为收购这个Movie Pass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到五十三 就再发行九百万 其中的每一股呢 三块钱卖出来 本质这个公司才五百九十万 在外面 你想又花了九百万 而且三块钱 三块钱市场的价格 二十六块多次 就就开始下了 这个这个东西 你九百万马上涌向市场了 大家就怕了 这个中国家跌下 但是下一波还会有一波 当然还是要看天使利利任何 是吗 所以华尔街越是 我我最近收到他股东的一个 就是约我下星期四 就是星期五 在纽约开这个 在这个帝国大厦 开股东大会 它里面最大的股东 我都看到了 就是一个九十万的股东 这个股东呢 是华尔街有名的犹太黑色的 反正他朋友的股票都是相片 为什么他 因为他一边买你的股票 一边做空 但是我给我一个最大的企业 只要没有说好 股价还是有希望 不要在乎这些股价 涨于跌 涨于跌 没关系 所以他被华尔街没人说 那些这些吵的人 到底有没有机构 有没有基金 比较少 比较少 都是一些散户 我们就是要抓住散户 因为散户是一个情绪化的动物 它不像机构 非常理性 非常预测 所以散户买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暴涨暴跌的 这也是我们散户第一金的 赚的第一途径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比我们更傻的傻 赚他的钱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不要把自己整体 哎不低了 是不是庄家出场了 光庄家打压了 没有这个事 没有庄家 哪个什么庄家 没有庄家 庄家 庄家他有大部分他们要看很多东西 那么我觉得 而且庄家都是 就是基本上你这公司多少营收 这公司只有一千万 他都不想看 因为他要买一个真正的资产 他不是买一群垃圾 非红烂铁在那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冒兽 所以这些公司 就是大部分都是成长以后 他们才介入 他们比较关注这个资产 这个置地 营收规模 他们的要求也不高 一年给一个20%的微报 就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们咋不20% 还不顾我们零花钱 我说的是真的 你说我给你20% 我说不要 你给他50% 他来进 是吧 或者更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意想 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 都是非常有理想 都是能够成功的 所以今天晚上来听我们讲座 关注华尔街互略的目标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下一周或者下一站一周 我们散播第一金 将会退出第一支股票 当然前面HMMY 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这支股票 它是在香港 它是在香港 它是一个香港股市 但是它的业务其实在中国 在这个公司 为什么股价 从10块钱给到2块钱 并不是业绩做的 并不是业绩做的 而是他没有被华尔街知道的 最近他才刚刚开始做如影 他从OTC转版到纳斯达克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只被我知道了 因为我看了他两天 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时地利 也就很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什么叫天时 就是大盘正在上涨 地利呢 中国所有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股票 现在最近你看 涨到好的股票 全是一扎堆的 有一个刚才听时地讲到用IPO做 在6块钱开始冲 从冲到36块 现在也在29块 都厉害 就10天左右 我们一定要盯这种股票 其他这种一天涨个百分之 还是你说QD这种股票 不是我们这些人玩的 一天跌一天涨 你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今天涨一天天 大部分中国的股票都是中国的草 但是我告诉这一个股票呢 是我们散户第一金炒 我们散户第一金接第一个棒 那很多人说你凭什么你说这个股票 想说先我们来看这个公司业绩 这公司2013年上市才几十万 三十八万营兽 后来四百七十万 一千一百万 一千九万 到今年全年做了七百一十九万 它的增长是可以看到的 而且每一股 每一个部分都在每年的一毛四 就是他们来看 这是一位呢 那么多事件 我们先访一下